我们今天聊一聊姆巴佩 姆巴佩跟巴黎高层上放话 你拿五个亿 你把梅西内玛尔打包都挣走 求对我当老大我说了算 这种事情吧 就是我既不理解我也不支持 完了我还反对 如果姆巴佩 你未来要想成为一个有层次的高质量 或者说想取代梅罗 别说取代梅罗 就是接班梅罗的这种球形的话 你都不应该有这种思想 姆巴佩现在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一个基础很好的 这种武学不错的这种练武奇才 走偏了 练功有点走火入魔了 不往球技上钻研 不往团队荣誉上钻研 不往团队关系上钻研 现在开始搞内斗了 我就这么跟你讲 我不知道未来姆巴佩 到底能提出什么层次 他未来的这种成就 到底会有多高 但是就我目前看姆巴佩的表现 我就这么跟你讲 他成就再高 我也不会喜欢 因为他没有大家风范 因为没有王者气度 就是这样 对吧 什么是真正的王者气度 我这么跟你讲 就是当年内玛尔从巴萨离开 咱们感觉好像都是说他想拿金球 怎么怎么样 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 主要还是为钱所动 但是梅西当时为了挽留内玛尔跟内玛尔说 说兄弟你就留在巴萨提 我会帮助你拿到金球 这是梅西推心致富的跟内玛尔说的一句话 当然了 最后咱们都知道 内玛尔去了大巴黎 当然了 在梅西没加盟大巴黎之前 内玛尔后悔了 你还记得两年前吗 内玛尔拼命的想回巴萨 当然了 最后一人没有成功 这个巴黎这方面公共运作太强了 再加上巴萨这边也舍不得掏出钱来 这个事情就流产了 但是你通过这一点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梅西为什么能够成为王子 他的魅力就在这 一个真正的王子 是不太计较个人小利益这种得失 甚至可以牺牲出大利益 这样才能成就真正的王子 所以说你等到梅西去了巴黎之后 曾经的队友内玛尔 现在又做队友了 内玛尔是怎么对待梅西的 内玛尔穿的是十号 直接主动就把这个十号秋一 让给梅西 也是相当于把队内的这种核心位置给梅西 但是因为梅西没要 说兄弟你就穿吧 对吧 我穿我出道时候穿的三十号就行 你看看他俩关系好成什么样 如果说梅西要是以母八配那种形式风格 或者是说稍微沾一点那种习气的话 我跟你说 内玛尔和梅西都不会好成这样 这就是母八配真正所欠缺的 母八配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三国时期的这种 有点像袁绍啊 我感觉就是怎么的呢 就是见小力而妄议 干大事还牺牲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吧 为了一个点球啊 可以不管队友受没受伤 我就拿着球站在点球点那块站着 完了之后呢 队友发动进攻那时候 传球不传给他 当时在场上就闹情绪 不往前跑了 哗一甩手我改三步了 你们玩了我不玩了 对不对 母八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没有那种王者气度 王者风范 就算他以后啊 成就很高很高 我感觉我对他 我也瞧不起 真的 就这种球员 我跟你说 一点魅力都没有 你别说他能成就多高 就我感觉心胸如此狭隘的人 他未来的成就也不会太高 好了